大家好,我是王善河 新加坡航空一架客机遭遇强烈气流 更急逼降在泰国曼谷 机场军员说造成一人死亡 55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路由业监管局说 没有本工旅行团在涉事航班 入境处说未接驳港人求助 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网上流传的图片看到 有人倒饿在座椅旁边 乘客头顶的烧气罩都已经放下来 可见座位的娱乐系统仍然开住 杂物散落一地 似乎有人躺在地上,盖着毛毡 男服务员也显得有点痛苦 有乘客显得紧张 但这张照片未见他们戴上烧气罩 新加坡航空指 机上有211个乘客和18个机组人员 向死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只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波音公司也说准备好提供支援 美联社引述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指 飞机飞到缅甸附近安达曼海上空的时候 曾经在大约三分钟之内 由11300米高空急降1900米 大约10分钟之后再次下降 半个小时之后降落曼谷 有机上乘客向传媒透露 飞机曾经突然向上倾斜 并且发生震动 之后又急速下降 部分乘客母舰安全带 头部撞到行李仓 机场的官员说 事件造成一个73岁英国男人死亡 初步怀疑死于心臟病 另外还有7人重伤 40多人中度或轻度受伤 新加坡航空被认为是全球 其中一间最好的航空公司 航班安全追踪网站记录显示 公司过往发生过7次事故 上次致命事故在2000年 一架飞机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因为在错误跑道起飞 撞上建筑设备 造成83人丧生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有航空工程师说 飞机虽然有雷达监测气象 但飞到高空那时 有机会遇到更复杂的状况 有时未必可以提早预测 建议乘客应该时刻紧扣安全带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资料 涉事的新加坡航空航班 急降期间飞经浪雨区 有本港航空工程师说 飞机在起飞出发之前 机组人员会先审视天气报告 了解航线会不会遇上火山灰 台风和气流等状况 虽然驾驶舱内设有雷达 监察航班前面的天气 必要时尽快在机舱着灯 提示乘客扣好安全带 但都并不是可以100%以来 因为飞到一定的高度 有些乱流是肉眼或者仪器 不可以看到 而出事的新航客机 当时就在大约3万7千尺 即是过万米的高空 如果去到三万多尺 其实你说大架云 一定几乎是没有的 正正因为它没有水分 没有云层的话 飞机上的 气氛雷特是探测不了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很依赖 是靠天气报告的资讯 始终是说天气都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如果在高空来说 遇到这些所谓clear air turbulence 有时都很难避免 吴兆明年建议 就算没有再登提示 乘客最后都时刻紧扣着安全带 当我们在座位 都一定会扣好安全带 特别当你睡觉的时候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什么事 如果遇上这个气楼的时候 特别在sever turbulence的时候 飞机要向上向下急降 或者是加速降速是很快的 而你不在座位的时候 遇到是有这个机场 是有这个气楼的广播的时候 就马上埋回座位 或者是最靠的一个座位 就坐下绑安全带 特别是如果遇到这么突然的 所谓叫sever turbulence 这个一定要尽快做的 本港过往不时发生 飞机遇到气楼的意外 但就未有死亡个案 去年10月 一班由本港飞去高雄的 香港贩运航班 据了解怀疑飞行途中 遇到气楼之后 机翼出了问题 要截犯香港 而2019年6月 一班由北京飞来香港的 香港航空客机遇上气楼 一个机舱服务员小腿骨折 无线电视记者 不介意 政府公布下半年 城市安排有超过100项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会向中央争取更多维港措施 包括提高内地访工旅客的免讯额 先看看有什么城市 政府加码推动城市经济 重头项目之一 是7月第一次举办的 武林姓武家年华 混集超过1000位 武术和武道界人士 进行超过60场表演和活动 文化艺术创意类的城市 下半年有25个 N家博物馆6月底开始 举行华裔建筑师贝月明大型回顾展 不少的展品是第一次展出 10月就有香港演艺博览 推动表演艺术交流和合谈交易 下半年有42个会议展览 在各个类别当中最多 传统制日庆典方面 大坑舞火龙会扩大巡游的范围 纷纷冬日和美酒街衙巡礼等 下半年继续举行 我们会相信下半年能够吸引的游客 是比上半年更多 因为当中有部分的大型活动 它吸引的能力是很强的 如果那个势头是好 一直保持得好 我们可以冲击五千万 但我想这个需要全个社会去努力 正是上演的一出 以九龙城寨为题座的电影 飘防强境 政府也都救私加入围旅游项目 会不会将部分的景 是可以拿出来 我们在一个适当的地方 做个摆放让公众人士旅客 可以去打卡或者去看 这个我们是商讨当中 求王美斯来香港 但是不下场 政府有没有吸取教训 在条款上高写得更加清楚呢 未来的工作里面 我相信不要只是说政府 我想所有举办活动的单位 都要留心 可能会发生的不同的情况 而作出一些准备 行政长官尼家超说 全年的盛事增加去到210多行 预计吸引到大概170万旅客 达来72亿的消费额 政府会向中央 争取更多的维港措施 尤其是提高内地访港旅客免税额 增加内地访客的购物意欲 进一步刺激零售市道 尤其是贵价货品 内地旅客购物会开心点 零售业生意会更多 当局下个月又会推行全城礼贸运动 每个市民都是礼貌大使 推广浩客之道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道 旅游业界欢迎政府 提早宣布城市计划 希望吸引更多过夜客 也有意见认为活动太过分散 难以协调旅行团参加 29岁的海音来自哈尔滨 是最新的批开放自由行的城市 他说很想来香港 但吸引他的不是政府推出的城市 我想看看香港的街景 街道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如果有机会赶上可以看演唱会 我觉得那边会比我们哈尔滨 演唱会的场势要多 城市超过200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 每两天就至少有一行 但对旅行团来说 反而比较难协调 旅行团一般安排可能两晚 最多三晚 所以变成我们就真的要选择一下 譬如说哪些适合我们推广的 而且门票是一个问题 门票可否预留一些给旅行团呢 有一些就根本一开香港已经卖光了 酒店业界就说 上半年的盛市成功带动人流 但近期入住率开始下跌 期望增加盛市能够吸引更多过夜客 怎样可以令到它不仅是那一万东西 留多几万 还有多些吸引中长线的旅客呢 看上半年的盛市 曾经有活动负责人说 不知道的项目变成了盛市 原定三月举行的一个时装展 延期去到现在都没有进展 有议员就期望盛市既要重量 更加要重质 当我们一年搞了好几百个盛市之后 究竟去到2025年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些侧重点呢 启德啟育员说是六万个座位的 我们都希望真的所谓的盛市 是要想一下 如何是可以挫爆到启德啟育员 这个都可以是一个指标 他说政府的宣传手法应该更加贴地 去吸引更加多内地和海外游客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拆希报导 回来新闻时间 先来一些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缺乏方向 三大指数低开之后 侧幅上落 道指报39,827点 升21点 标普500指数报5313点 升5点 有美国联储局委员说 需要继续留意通胀数据 投资者观望联储局将会公布的 议息会议记录 期望可以进一步了解通胀和利率前景 NVIDIA公布业绩前陆 股价先升后会员 小鹏汽车第一季业绩好过预期 股价做好 组段曾经升超过两成 转体看其他消息 垃圾征费试点先行先试近两个月 环境及生态局下星期会向立法会交代未来路向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计划影响全港市民 政府会认真考虑社会意见 垃圾征费费一再延后 上个月起在14个地点先行先试 住户反映有不少实际操作问题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 再被问到计划会不会预期在8月全面实施 我认为涉及一个700多万市民的一个措施 终现已经是在这一届政府上任之前 已经制定成的法律 政府都应该是考虑一下 如何去执行这个法律 在我们私人先试的经验里面 我们会作出总结 另外对于近日有的士司机自发放射 说要打击白牌车 李家超呼吁不要这样做 这些行动是要执法部门经过训练 亦都是要认识法律之下的一些规限才可以做 亦都要有训练去确保 去应付一些突发的情况 未经过这些训练 对法律的知识有限的 不要做 否则有风险 不断法网 他说明白社会异见分歧 运输及物楼局7月将会完成 规管网约车的初步政策研究 武士尼斯记者侧卷问不到 一个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四岁小女孩 确诊夹型H1流感 情况严重 卫生防护中心说 个四岁女孩过去健康良好 上星期四起发烧 咳和流鼻水 第二天到广华医院求医和入院治疗 星期日转到儿童心切治疗部 临床诊断为夹型流感 并发败血症和严重肺炎 她潜伏期没有外游 一个家居接触者出现病症 另外 领敦寺医院一个内科男病房 上星期一起 先后有三个病人确诊夹型流感 即是接受隔离治疗 情况稳定 江珠澳大桥边检站公布 珠海公路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 突破一千万人次 是通车以来最快的一年 当中六成以上是广告旅客 随着港澳和内地之间通关便利措施增加 经港珠澳大桥进出的客流也都持续增加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公布 截至星期二上午 大桥已经实现今年过千万人次的客流目标 比去年提早四个月 客流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2倍 边检部门分析说主因和北上的港澳旅客 持续增加有关 静态客流中的六成 即是602.5万人次来自港澳 岸年增长1.26倍 岸年龄曾划分22岁以下的香港青少年旅客量 数量增长尤其明显 岸年急升5倍 占静态香港旅客的比例 也都由去年同期5到1成增加至大约1成4 车流量方面 经大桥进出的港澳单排车 接近110万架次 每个月平均增长超过1成 而每逢周末 节假日 经大桥进出的客流和车流 比一般日子明显增多 分别是平日价1.5倍和1.3倍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又说 越来越多内地居民经港珠澳大桥 展开一程多站式旅游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90万人次 持港澳旅游签住的内地旅客 经大桥口岸黄返 按年多1.3倍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 同时作为内地唯一一个可以经陆路 直达香港国际机场的口岸 连同600个外国旅行团在内 今年内合共有超过15万8千人次 外籍旅客 经大桥进出内地 按年增长4.1倍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道 欢迎收看世界观 伊朗总统莱希聚机身亡 消息震撼全球 有余论说对伊朗国内和外交政策 影响不大 德克兰政府在短期内 未必有合适人选抗衡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 63岁伊朗总统莱希 星期日出事之前 到访接让亚赛拜疆边境地区 出席水坝落成典礼 他向亚赛拜疆总统亚利耶夫表示 两国合作富有成果 莱希和多个高级官员 坐美国际贝尔212直升机 原定飞去东亚赛拜疆省省为大不理事事 谁知遇到恶劣天气 直升机在伊朗西北部山区聚毁 莱希和外长亚布杜拉希洋离难 据报伊朗早在1970年代 买入这款型号直升机 外界关注伊朗面对美国制裁 是不是缺乏零件去维修直升机 伊朗首都德克兰有民众出席集围 有人忍不住痛哭 属于强硬保守派的莱希 在2021年登上总统宝座 上任之后收紧道德律法 规定伊朗妇女要带头巾 2022年全球多国有民众上街 要求伊朗当局关注当地妇女权益 当年伊朗女人亚米尼 因为带头巾不当 被杜德警察拘捕期间死亡 伊朗和以色列紧张关系升温 更加是国际焦点之一 伊朗为了报复住 敘利亚大使馆遇集 4月曾经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英国广播公司有分析认为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自1989年起 掌握重大政策的决权力 至于莱希在任内没有提出重大政策 相信她离世之后 对伊朗国内和外交政策影响不大 外界亦都关注85岁的哈梅内伊 失去莱希这个潜在接班人 会不会导致国内局势不稳 美国和伊朗在1980年断交 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美国曾经谴责伊朗增产高浓度浓缩油 接近制造核武的水平 伊朗就批评美国长期实施制裁 以及支持以色列军方在加沙行动 时事评论员赵宇洛认为 莱希和阿布杜拉希洋同时怨难 即使伊朗计划50日内安排大选 都未必可以尽早找到合适人选 抗衡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 所谓的事件都令到一些阴谋论者 他会觉得最大的得益者可能就是美国 在这个推行中东和平政策里面 以至到就说以色列 他再没有什么其他的顾忌 是可以一意沽行地 在加沙行立入自己一个 叫做既有利益的范围 这个我们都还要拭目以待 在中国挖船底下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去年恢复建交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燕电 说来希不幸元难 是伊朗人民的巨大选失 他说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众议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家好 警方说留意到近期越来越多自清律师团队 或者侦探社 声称可以协助追讨骗款 说其实是另类骗案 据了解一个男中医 因爲被人骗了大约500万 我们也发现有提供类似服务的网站 怀疑盗用本港一间跨国律师行 部分律师的照片增加可信性 消息说那个69岁中医师 今年1月收到骗图的WhatsApp短讯 声称可以透过网站 促销相机赚取用金 大约10日被骗超过100万 几日之后 那个中医师在网上看得广告 声称可以透过法律途径 协助追讨骗款 于是根据指示 在今年1月底至5月初 线后将大约510万 传入40几个本地银行户口 作为服务费和担保费 期间没有收回任何骗款 上个星期六报警求助 据了解两批骗徒并不认识 在网上用追讨骗款等字眼搜寻 可以见到有至少三个字顶的广告 标明可以协助追讨骗款 其中一个叫全球反乍联盟的网站 列明有律师团队协助 在香港的办公地址 与香港一间跨国律师行是一样 列出的四名咨询律师 相片也跟那间律师行 其中四名律师是一样 我们向其中一名 逆阴姓湖的律师查询 对方说以他理解 他所属的律师行有提供类似服务 但并非透过全球反乍联盟的网站 警方说涉事的类似置顶广告 是二次诈骗 市民要提高警告 母先列司机就在邓杰盈那里 港大金管学院调查是否有学生用虚假文件申请入学 本台运都提供补录取 服务的中介 申请收费30至40万 就可以保送母学士学委的申请人入读本港八大 内地社交平台小红书近日有铁文附上一封 港大金管学院向石士生发出的电邮 要求学生提供本科电子成绩单同证书 作年终检查 铁文说起因是一个石士生涉验抄袭等 被港大要求提交本科成绩单 但学生未能提供 学校决定撤查事件 港大金管学院回复查询的时候 证实在调查有学生申请当时提交虚假文件事宜 说是极少数个案 也都发现坊间有中介机构 声称能够提供补录取服务 为申请人业造入学申请相关的文件 学院谴责不诚实行为 说如果发现证据确作 会采取纪律行动 包括但是不限于剥夺录取资格 取消学籍注册等 也都会和执法机构合作 追究涉事中介 我们找到声称提供补录取服务的 内地留学中介 说能够保送母学士学委的申请人 进入香港八间资在大学 索价30至40万人民币 会透过一间海外本科院校 提供高分成绩单 毕业证等等 百分百保录到目标院校 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 副主席周文讲话 申请人入学之前 大学有程序核实 所有海外学生提交的证书证本 又呼吁学生 不要听信所谓的补录取 任何的中介跟你说 你来香港读书或者不同的过程 100%录取的 你可以都视它为骗子 而且它那些收费高昂 还有如果你说你明知自己都不行 而你都给了一笔钱 还有你都可能预期得到 它都是造假 你自己冒上法律风险 完全不值得 大律师陆伟雄说 如果有证据显示 学生在知情的情况下 容许中介涅造申请文件 有机会触犯串谋诈骗 使用偽造文书罪 最高可以判处14年监禁 无线电视记者刘慧宜报道 政府计划修例 最快春年强制本地培训牙科生 要在供应医疗系统等实习至少一年 引起部分人质疑 当局强调 根据之前评审 有个别学生没有实际进行 个别牙科程序的经验 有议员和牙科生 早前在立法会公庭会 质疑修例的迫切性 政府发稿作回应 说有急切性 说根据牙医管理委员会 过去近十年的几次定期评审 发现早年港大牙科学院 未能提供完整记录 显示牙科生的临床技能培训情况 学院也都有必要提升相关培训 前年在评审 发现对方跟进未如理想 尤其是临床分练有明显不足 令学生之间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继 在哈萨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 背叶 王毅说要通过进一步造实 造强上合组织 更有效维护共同利益 应对各种挑战 捍卫公平正义 叶子华在哈萨克亚斯坦纳报道 一年一度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 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坦纳举行 与会国家包括中国 俄罗斯 塔吉克 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 印度 伊朗 以及首次出席的巴基斯坦和巴俄罗斯 会议开始前 各方外长为伊朗总统莱希 和外长亚布杜拉希洋 聚机身亡默埃 今届上海组织伦席主席国 哈萨克外长努尔特列乌 开幕致辞的时候提到 上海峰会经过23年发展 已经成为权威和多方相互协作的平台 外长王毅发现的时候说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远进 国际形势动荡变革 少数国家奉行霸权强权 拉兆圈子 立潜规则 搞干涉打压 脱勾断链 目的就是企图压制全球南方战略自主 封倒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国家的振兴之路 他指出 世界越是变乱交迹 越要坚守上海精神 把准正确方向 通过进一步造实造强上合组织 更有效维护共同利益 应对各种挑战 捍卫公平正义 他又提出四点建议 包括坚持战略自主 保持团结协作 坚持安危共担 提升协作水准 坚持普惠共赢 赋能合作发展 坚持开放包容 深化交流互监 上海组织秘书长在会后见传媒说 会议期间 各方强调维护地区安全 以及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 和极端主义问题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上海组织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 具有权威性的纽带 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成员国将进一步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确保上海组织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会议也通过提交给上海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审议的议题和文件清单 包括上海组织成员国 阿斯坦纳宣言草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 将会在今年7月 在哈萨克阿斯坦立举行 母线电视记者叶子华 在哈萨克阿斯坦立报道 外长王毅在哈萨克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发言当时 亦都就台湾问题 展明中方严正立场 王毅说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台独分裂活动 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性根素 他批评赖清德之流 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令人不似 但无论他们怎样折腾 都阻挡不了中国 中将实践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 所有台独分裂分子 都将会被钉在历史的子欲储償 王毅说上海组织成员国 从维护各国主权和领土原整出发 本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坚定确守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外长王毅在哈萨克会见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的 伊朗副外长萨法利 王毅再次对伊朗总统莱希 和外长阿卜杜拉希洋不幸圆难 表示哀悼和慰问 王毅说无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会一如既往加强中医战略合作 维护好双方共同利益 实话里感谢中方对伊朗的坚定支持 强调伊朗的内外政策不会改变 继续坚定推进国家发展进程 以防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致力于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合作 伊朗全国哀悼最机身亡的总统莱希 并举行一连三日遗体告别仪式 莱希的遗体将会在星期四在家乡落状 伊朗以故总统莱希 外长阿卜杜拉希洋等八人的灵狗 当地星期二运底首都德克兰 莱希的遗体星期四早上会移送到南呼罗山省 比尔占德市 早前在伊朗最高领袖的专家会议选举中 莱希在这个省省出 同日黄昏遗体而送莱希的家乡 马什哈德洛藏 凌车早早在西北部 东亚赛拜疆省省会大笔理事 洗过的时候 大批民众上前作最后告别 伊朗全国哀悼五日 并将星期三定为公众假期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也已经委任第一副总统 穆克贝尔站代总统职务 强调国内局势稳定 国营电视台报导 下月28日举行的大选选出新总统 今个月30日到下个月3日 被有意参选的人登记 拘捕哈梅内伊的第二子 55岁的莫伊塔巴 可能是唯一的人选 最机当地星期日 在东亚赛拜疆省发生 伊朗前外长扎里夫批评 美国制裁伊朗 令到他们无法买到 新的飞机和零件 美国否认因制裁 导致伊朗今次凶难 又指伊朗曾经在凶难发生之后 向美方求助 但因为后勤问题 美方最终无法施意援手 防长奥斯汀形容是非常不幸的事故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 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之前 认中国、俄罗斯等要求 全体起立为来希腾墨碍一分钟 无线电视记者张慧聪 二军突击约弹河西岸结宁 巴勒斯坦当局说 造成最少七死九傷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附冲 在安理会会议说 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 向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进攻 以色列军方发放片段 说在加沙多地作战期间 发现武器 杀死多名怀疑武装分子 又说空军部队过去一日 击中超过70个恐怖分子目标 包括武器库、火箭、发射器等 除了加沙、以军星期二 也都特集约弹河西岸的结宁 说行动是针对武装分子 杀死多名巴人枪手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说 和以色列特种部队激烈拨火 巴勒斯坦卫生部就说 有多人丧生 包括一名外科医生 随着战事持续 以色列当局也都面对国内压力 耶路撒冷的国会外 星期一有几千名民众参与反政府示威 并要求立即举行大选 联合国安理会 星期一开会讨论以巴局势 中方代表说 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 向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进攻 中方支持安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确保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的要求得到落实 我们也希望美国 作为对以色列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秉持公正立场 切实为推进停火指战发挥作用 他说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下 还推进对拉法的大规模进攻 令几十万加沙民众再次被逼迁移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当前加沙地带的人道灾难无法想象 拉法过境点被占领 导致人道物资进入严重受阻 敦促以色列立即开放全部陆路过境点 无线电视记者沉为三报道 美团社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 强行阻止直播并没收器材 据报美国政府私下介入 敦促以色列撤销有关决定 美团社说在以色列南部直播 袈裟情况期间 被以色列当局释了部摄影机 没收器材 美团社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的行动 说他们并不是基于直播内容 而是滥用新通过的外国广播媒体法例 顿促以色列当局归还器材 被美团社能够立即恢复有关直播 被全球数以千计的传媒使用 英国上世纪有超过3000人 因为感染受污染的血章死亡 调查报告揭发当局隐瞒真相几十年 英国政府会向每位受害人赔偿最少21万英镑 上世纪70至90年代初 英国国民保健署 由美国进口的血液製品被污染 造成约3万人感染丙型肝炎 甚至外滋病 当中超过3000人死亡 终极调查报告当地星期一发表 提到不少受害人患了血友病 而部分用在制造血液製品的血章 来自高风险捐血者 包括监狱囚犯 报告说有大约1250个病人 包括380个小孩 感染受外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製品 当中4分3死亡 另有多达5000人输血之后 患上慢性丙型肝炎 另外在分娩手术期间接受输血的病人之中 估计有26800人感染丙型肝炎 调查指事件不是意外 批评当局延缓停止进口有问题血章 部分医生甚至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进行临床试验 没有将病人安全放在首位 这次是英国国民保健署 自1948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丑闻 主持调查的前法官朗斯塔夫 指力界政府和医疗专业人员 为了面子和省钱 拒绝承担责任 酿成这一系列失败 他又透露 发现有人故意试图隐瞒丑闻 有证据显示有政府官员销毁文件 英国内閣办公室部长格伦 星期二向国会表示 政府在议定完整的赔偿方案之前 会预先作出进一步临时赔偿 向受害人每人作出21万英镑 折合近200万港元的免税赔偿 包括受害人家属和任何受事件影响 或者感染的人也都可以申请 赔偿金额会基于五个衡量标准 包括事件对受害人造成的实际伤害 社会影响 丧失的自主权 照顾需求和经济损失等 首批款项会在获批之后90日内收到 而美款就预计年底前会收到 当局预计赔偿方案的总成本 会花费超过100亿英镑 当局会成立一个独立专责机构 来营运那个方案 无线电视记者张维冲报道 澳洲政府计划对国际学生人数设常限 塔斯玛尼亚大学说 正是寻求削減开支应对 教育工会关注校方可能裁员 澳洲不少大学疫情过后 国际学生人数明显增加 不过对塔斯玛尼亚大学来说 情况就不是这样 校方说 疫情令塔斯玛尼亚大学 国际学生人数减少近一半 加上政府去年底收紧国际学生入学要求 意味今年能够在塔斯玛尼亚州注册的 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大约500人 令情况雪上加伤 澳洲政府上星期公布立法草案 建议为国际学生招生设常限 防止海外学生人数激增 塔斯玛尼亚大学早前就向员工发信 说校方将会削減开支 和谨慎管理职位空缺 以应对挑战 工会认为大学正利用新政策做借口 进一步削減成本 和增加员工的工作量 澳洲排名前八的大学联盟就警告 他们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营运 若果联邦政府限制收生人数 可能会令教育业界受损害 母线电视记者风月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